阿姨 您今天是冲着邓丽君来的还是冲着明星来的 我冲着邓丽君来的 应该是冲着邓丽君来的吧 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我妈妈喜欢邓丽君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喜欢王妃 因为七十年代末八年代初的时候 正上高中的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喜欢邓丽君的歌 能唱几句他的歌吗 小城故事多好 甜蜜蜜 你笑得多甜蜜 两位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邓丽君老师的歌的 那应该是有记忆就有了吧 我记得是八零年代快末期的时候 家里有了自己的录音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四岁三四岁的时候 可能我都不记得 就我有记忆开始就在听邓丽君的歌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 然后家里经常都会放她的歌 如果说邓丽君老师还在的话 您想对她说什么呢 哇 好多哦 那当然首先就是先拍个照再说 然后先发个微博这样 我想我如果我如果见到她本人的话 我会抱着她 然后很难控制自己的眼泪 然后一定会一直跟她说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相当喜欢 然后也相当尊敬 希望能够多认识她 我想说邓丽君老师 我真的很想跟您合作一首歌 因为我自己声音也是比较清亮的 然后我希望说不定那时候 如果是跟大家能够有机会合唱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荣耀 也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每天独自在渠道 四年到如今 我们没忘记 你忘记我 千年万语 花朵时 在哪里见过你 何在梦雨 只问很共谁的死 可怜的心窗 你忘记我 我两相怀 曾相停过一栏杆 只是春风无险黑 沉香停泊雨来 皆是春风无限